中環發生罕見交通事故 一架西行電車在匯豐銀行總行對開 懷疑在彎位出軌翻側 整架電車增低 下層攔腰壓落路中鐵欄 車身被劏開 玻璃窗爆裂 部分座椅飛出車外 消防及救護員趕到現場搶救傷者 消防人員在3分鐘到達現場 到達現場發現了 一架電車返鎖有人來騙 在清後過程中 我們用了一些馬屋的工具 去延除車廂內的座椅和護手 協助被困人士開車廂 也有途人上前協助乘客爬出車外 事故中有14人受傷 其中一人傷勢嚴重 由消防救出後 用頭褲固定頭頸由擔架抬走 事快星期四凌晨12點多 攝氏的電車當時正前往屈地街 沿金中道遮打花園對開 轉入德庫道中時 突然失控衝行一段路 去到銀行街交界時出軌 繼而衝過對面東行電車軌 隨即失去平衡 在匯豐銀行總行對開翻側 警方表示現場並不是交通黑點 會巡多方面調查事故 而司機亦通過我們的酒精呼吸測試 我們警方便會就著多方面去接開調查 包括電車當時的車速 電車的性能 和其他外來的因素 包括路面的設計 和另外電車軌內 會否有其他雜物阻礙電車的前進 不過攝氏的電車司機就報稱 說電車曾經被巴士碰撞出事 但是乘客就說事發之前沒有異樣 警方就懷疑事故和電車入彎時 車速太快有關 司機在事故中據報有受傷 要送院治理 14個傷者獲救後 總共有11人 分別由5輛救護車送往2間醫院治理 其餘3個傷者拒絕送院 ON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 此次訪問 除鳥 4問題 4問題